接下來是一些各位要背的東西 我會解釋 但是呢 你如果聽不懂我的解釋 你就給我十倍 我會解釋為什麼 你如果聽不懂我的解釋 你就給我十倍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運環的關係 月球每天升起的時間 會延後五十分鐘 我們不久要交潮汐 潮汐每天也延後五十分鐘 原因都一樣 什麼原因 因為月球會繞地球公轉 因為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所以 月亮升起的時間 每天都會延後五十分鐘 今天 今天 晚上六點升起 明天晚上六點五十升起 叫做每天延後五十分鐘 叫每天會延後五十分鐘 OK 來解釋 我們現在 這個人 月亮化這個人的前面 表示通過直五線 通過直五線 如果月亮不會跑 這個人地球轉一圈回來 他還是在我的前面 所以他還是通過直五線 所以就沒有任何差別 但是月亮會跑 但是月球是會跑的 但是月亮是會跑掉的 所以他會繞地 跑掉 跑掉 跑到這裡來 所以當地球這個人轉一圈回來的時候 月亮已經不在這裡了 他必須要多轉一點點 月亮才會在他前面 因為是多轉 所以叫做延後 要多轉多少勒 要多轉 外面那個 要多轉裡面那個小圓的角度 這個小圓就是外面那個大圓的角度 叫做圓心腳相等 圓心腳相等 外面大圓的角度就是 月球公轉一天走的角度 那月球公轉一天 月球繞地球公轉 數望月27.3天 恆星月 對不起 恆星月27.3天 數望月29.53天 我們算30天比較好算 所以繞一圈要30天 一天繞三十分之一圈 所以外面繞三十分之一圈 裡面也是三十分之一圈 所以地球轉一圈要24小時 往裡面沉 那一小時六十分算才48 所以大概多少 五十分鐘 大約五十分鐘 這又是為什麼 月球繞地球公轉的關係 我們就會每天延後五十分鐘 我再說一次 我有解釋 你聽得懂我的解釋 如果我換數字 就會算了 我假設月亮繞地球公轉一周 要六十天 你就算出來每天會延後多久 你聽不懂 你就死倍 因為考試除了我之外 沒有人會改課本數字 沒有人會改課本數字 所以課本說多少就多少 聽得懂非常好 聽不懂你就給我 十倍 就給我十倍 OK嗎 OK